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通过戴威老师在我们学校做的演讲和之后自己在网上的调查 觉得心里来很美 想换个环境的学习 刚来这里的时候特别陌生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交谈 但是这里的同学真的都非常友好 虽然文化习俗都不同 但是他们也愿意耐心的一点一点跟你交谈 相互学习 从中我学到很多知识 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下 至于老师就是完全没有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差距 可以完全当成朋友 老师也很友好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我的老师尼库拉 因为我跟他之间就完全看不到一种老师和学生的差距 真的就是他可以教我很多知识 但是也可以留我很多快乐 真的良师益勇 我觉得这里最值得让我学习的是热心和礼貌 在公交车上每个乘坐下车以后都会给司机说声谢谢 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在马路上走看到一个爷爷派公园里的一些雕塑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好奇那些雕塑是什么 然后爷爷看到我们以后就带着我们把整个公园逛了一遍 跟我们讲说这个公园的历史 我就觉得非常的友好 因为根本是毫不相关的人 洗下来很干净 我来这时候穿的白鞋 但是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鞋也不会有一点灰尘 而且地面也是很干净 也没有泥土 沙子 有时风刮过来都是很干净 但是在寒南风也刮过来脸都疼 都是沙子 我想先把语言学好 过了语言关以后 再寻找一个我自己感兴趣 有趣的专业 为以后的工作打定的基础